为家居户型,望闻问切 为人居和谐,天专家网 大家好,我是一南天 在现代社会里,买房子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都是一件大事 而选房的时候,每个人看中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有个人看中环境、地段 有个人看中价格 有个人看中户型,而有个人非常重视楼层 因为楼层关系到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就是舒适性和匹配性的问题 因为每一个楼层都有它的地运特征和母型俗性 只有选到一个匹配性好的楼层 才会是一个理想的房子 要是楼层本身不舒适 那整个算得上一个满意的房子呢 而楼层的舒适性和匹配性,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因人而异 所以说选择楼层是马虎不得的 选择最差的楼层,我们要考虑以下的几个因素 第一,经济条件 一般来说 如果楼层的楼层越高,价格越高 和孩子都是不利的 设备层存在着噪音乌氧,空气乌氧等诸多的问题 一老师建议大家买房的时候要了解 这些痛彻,尽量避开 第五,楼层要和家庭成分的五行匹配 下面我们重点来讲一下这个问题 在我们的环境学理论中 地气对楼层的影响是最大的 好的房子一定能接纳良好的地气 所以选择楼层,首先要了解哪个楼层得令 哪个楼层施令 以作备朝人的房子为例 现在是八运 能够直接接纳地气的就是 一楼代表八运 二楼是接下来的九运 三楼便是一运了 这三层楼是八运当中 当运的楼层地运是最好的 继续推下去 四楼代表二黑 五楼代表三臂 六楼代表细绿 七楼代表五黄 八楼代表六百 九楼代表七尺 十楼又开始到八运了 就这样不断的循环下去 我们选楼层的时候 首先考虑的是 能不能选到一个单一五的楼层 能选到的话 那是最好不过了 然后再来看看 所选的楼层尽量要符合 一个家人的五行使用 老师前面说过 四楼代表二黑 那么是不是所有居住在四楼的人都不好呢 其实不是的 还要看您的五行 是不是喜欢这个二黑所代表的五行呢 如果是喜欢的 那么二黑对您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二黑就怕 研究环境学中是这样规定的 楼层和楼层尾数为一和六的 属水 二和七 属火 三和八 属木 四和九 属金 五和零 属土 如果你所选的楼层和家人的五行呢 是相生相住 那么这个楼层就会相当的好 住起来呢 会比较的顺利 如果楼层不匹配 那么带来的阻碍呢 相对就会比较的多 至于如何确定一字子的五行使用 之前的课程里面呢 有很多相关的论述和探考了 这里就不展开了 总的来说 选择楼层最佳的方法就是 根据家人的五行使用 再结合楼层的地气和环境 来综合分析考虑 好的 选择楼层这个话题呢 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是易老师 无论是新房 还是二手房 家居装修布局 都可以联系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